歡迎收看臺灣最前線 我是許忠江 引發眾怒的李萊希拒絕道歉 國民黨目前對他停權處分 結果被嗆落魄戶 還談停權 國民黨千億黨產 他未享受一分一毫 犯錯的人還能這麼振振有辭 其實國民黨對李萊希留一手 考機會六月才要開會處理 還會讓他說明 換作別人有這樣的待遇嗎 自熱媒體人鄭佩芬說 開除他就挺快的 所以李萊希惹眾怒 藍茵打算流血 留到六月再處理 為什麼要這麼猶豫呢 是擔心得罪背後廣大的退休軍公教嗎 李萊希還自爆傅崑奇 給他致電打氣 沒想到傅崑奇馬上遭判刑入獄 還說沒法陪韓國瑜自己加油了 藍茵各個自身難保 偏偏爭議人物還抱在一起 韓國瑜跟江啟臣會面多次 定調冷處理罷免 但是韓振營第三度提起 停止罷免訴訟 被罷韓團體罵雙面人 原來是在搞兩面手法嗎 還有黨內鷹派主戰 韓粉東北條脫序不斷 冷處理不成 反熱對抗 韓振營會不會弄巧沉著呢 另外副總統陳建仁卸任後 放棄李玉轉任 中研院特聘研究員 沒想到引發熱烈討論 一堆人酸言酸語 說這是孤民釣魚 其實領更多 問題是一般人 當得了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員嗎 而且只看錢不看貢獻嗎 他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呢 還有李萊希也批評陳建仁 砍了公教退休金 自己卸任越領近五十萬 真正第一個放棄副總統禮遇的 是連戰 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另外川普揚言切斷美中關係 要跟中國徹底絕交 美中真有可能斷交嗎 還是選舉前夕的政治話語呢 今天我們節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來賓 臺灣健康福祉協會理事林靜穎醫師 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王傑銘 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李正浩 大家好 自認媒體吳郭棟 中間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葉元支 中間好 大家好 自認媒體林玉慧 中間好 大家平安 自認媒體王瑞德 中間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高雄市議會 今天開議 韓國瑜到場制宜後 隨即離開 不過韓陣營再度申請 暫停罷韓投票 被批兩面人 開議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照慣例先來拜會議會各黨團 不過來到民進黨黨團 卻不見幾個議員在 市長來民進黨團拜訪的時候 並沒有事先通知 我覺得說要尊重 要尊重比較徹底一點 而不是這種夜席式 突襲式的來到黨團 那這樣好像顯得 民進黨很沒有禮貌 藍綠開議前先較勁 綠營議員早早就在議會座位的 麥克風上頭綁上 罷韓黃絲帶 只等韓市長坐定位 大會開始 定期大會開議第一天 已規定韓市長不用備詢 因此簡單向議會致議之後 隨即離席 因為韓陣營11號又再度申請 停止罷韓投票 這個是尊重律師的專業 根據律師的說法 那麼第一次的判決是認為 這個發動的時機是太晚 第二次的判決認為 這個發動的時機太早 所以並不是對這個判決的法理 產生否定 而是時機的問題 韓正營申請停止執行罷韓 一二審都被駁回 這回不死心捲土重來 強調是尊重律師的專業決定 與黨中央建議無關 而綠克高雄 折向最高行政法院喊話 希望能夠盡速做出裁決 好讓相關選務作業繼續進行 保障高雄人的民主權益 我們看到高雄市議會今天開議了 那這個韓國瑜市長呢 是去質疑一下 隨機就離開了 那真正的重頭戲 是在下週一跟下週二 市長的施政報告跟質詢 這才是這個重點 大家要看看 他的這個質詢 是不是有符合一般市長的水準 但問題是 這個質詢時間被縮短 同時我們看到 韓正營又再度第三度的申請 停止罷免韓國瑜 那我們看到了 因為現在這江啟臣 包括國民黨就去跟這個 韓國瑜會面 這個達成協議 就是說是要這個冷處理 但是另一方面 卻又去停止這個罷韓申請 那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罷韓團就說 你們這兩個雙面人在演 那江啟臣就派葉靖元 再一次替韓國瑜提出 這樣一個訴訟 那同一天也派遣李乾隆 三度密會韓國瑜 也苦勸韓國瑜要出面表演 向高雄市民道歉的戲碼 我請教瑞德克 現在包括國民黨 還有韓陣營 是都在玩兩面手法嗎 我記得有一句話 那麼當時秦朝統一六國 打敗六國是滅六國者 六國也非秦也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昨天照理來講 罷韓的相關的新聞 那麼隨著很多的動作 沒有新的動作 應該會比較沉疾的 突然間砰一個牛 去申請相關的行政訴訟 要求暫停 暫時停止罷韓的行動 你不是又製造了新的發題嗎 然後要讓整個又變開了嗎 然後緊接而來 中國國民黨的黨中央又傳出來 這個傳出來 其實是從國民黨的一個明代的臉書 他把它寫出來說 黨中央明明做成了決議 叫我們要低調 不要這個等於說激化 結果沒想到 那些罷韓的相關的團體 一起來了以後 很多的黨中央的人士又縮下去了 那好像韓國瑜的陣營又縮下去了 然後又變成這個強力 我們才知道 原來黨中央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你這樣的一個新聞一出來 是不是又讓罷韓的整個新聞量 跟他整個冷見度又這樣提高 這一切不是都你造成的嗎 你不要 他就用水槍噴了噴了 水槍怎麼噴就是那幾塊 你不要那麼快 先警察到場說 要用社會秩序維護法 給他們法辦 後來又很快的時間 立刻把它給清洗掉 而且只清洗掉那幾塊 其他旁邊髒的都沒有清洗 等等 你不要去猜他的 早上五點四十五 猜他的砍棒 你不要做這個 做那個 不要說那種什麼 三個人在一起走在路上 沒有申請的話 就是違反集會游行法要取締 你不要講這些 我講白了 其實罷韓的新聞 就平靜無波 對 那每一條不是都是你自己惹來的嗎 然後還有 那麼高雄市議會不是 終於要開議了對不對 你就讓他正常開議不就好了嗎 你讓他正常開議 反正你一定要到 6月30號以前開議 那你就讓他正常開議好了 然後每個議員該質詢多少時間 15分鐘半個小時 隨便他們嘛 問到好問到飽 隨便他們問 反正你韓國瑜 你的口才那麼好 TNND放馬過來 你口才那麼溜 你過去兩年 在選高雄市長跟選總統的時候 你變才無礙對不對 什麼話都敢講 什麼話都能講 不是這樣子嗎 大多數的名嘴是拿黑錢黑韓的 到現在半個名嘴都沒有 不要說一個 半個你都指不出來嘛 是哪一個啊 你不要再說一下 我們批評一下嘛對不對 韓國瑜不是高雄的老爸 也不是高雄人的阿公啦 很簡單啦 是憑什麼韓國瑜 還有人竟然 有一位曾經當過環保署長 後來又是這個資深媒體的人 還在主持節目說 韓國瑜到底做錯什麼 為什麼要罷免他 我的天啊 你竟然不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 我的媽呀 真是 韓國瑜今天落到 這樣的一個下場 跟這樣的結局 你竟然不知道 我實在不知道 怎麼去回答你嗎 你Google一下韓國瑜三個字 過去兩年發生什麼事 講過什麼話 做過什麼事 你竟然不知道 竹帆不及備載 最近我看到網路一個 我非常欣賞的影帶 把韓國瑜做過的事情 全部撿在一起 十分鐘 十分鐘幹什麼 測試我們的忍耐程度 你如果能夠十分鐘都看完 表示你這個人休養真的好 我個人蠻忍耐的 一直忍一直忍 你知道嗎 終於喚醒我好多的詭異 過去兩年來 那麼多的回憶 一件又一件 一件累積啊 這就是韓國瑜之所以 今天要被高雄選擇 罷免的原因 對 所以你就直球對決嘛 很簡單 你就選擇直球對決嘛 賣 你就贈到地 不 你就贏死亡 然後呢就低調 一下要這樣 一下要那樣 最後落得現在這樣的結局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現在韓本集團 是要主戰的 你知道嗎 是要打仗的 六月六號 還要去組那個幾千人的車隊 在高雄繞啊繞 我不知道耶 三人以上在馬路就要 就要申請 你們幾千人的這個貪食蛇 要不要去申請一下 集會遊行法 當韓粉絲要主戰要打的時候呢 你這邊在那邊低調 對 然後呢 已經跟你講過了 政治的問題用司法想要解決 是最笨的人舉證之所在 敗訴之所在 之前就已經跟你講了 最高行政法院也已經跟你駁回了 你再來一次 所以你就知道嘛 韓國瑜一錯再錯 然後呢所實行的這個方法呢 沒有辦法說服人民 沒有辦法說服高雄市民嘛 很簡單啦 反正只要做得好 反正只要高雄有發大財 那你們就不要去投罷免票 所以這個韓正言到底是左右為難 還是這個說這個用兩面的手法 那特別是第三度去申請 要用這種法律來封殺民主 來正好怎麼看 法官有可能會變成幫兇嗎 用法律的方式 去把這個這個罷韓的這個行動 把他這個封殺掉嗎 有可能這樣子嗎 不可能嘛 就不可能嘛 韓國瑜這個動作很像是那種 罪證確鑿的死刑犯 不斷申請非常上訴非常上訴 可是你馬上就要被槍決了嘛 韓國瑜動作就是這個動作嘛 對他來說每一根稻草都是稻草 他每根稻草都想要抓嘛 所以拆刊版 卡頭開票所 還有洗地板 這件事情在我們眼裡看來 不可思議他都去做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真的很害怕被罷免嘛 對不對 可是現在慘的是什麼 是黨中央一直跟他講說要冷處理啊 他說要冷處理冷處理 可是問題是韓國瑜的動作 就不像是冷處理嘛 雖然現在批評他說兩面手法 沒有 冷處理一直是黨中央講的 他一直在熱處理這些事情嘛 如果要冷處理 不可能去拆人家看板 如果要冷處理 不可能人家凌晨12點30分去洗地板 你凌晨1點30分 就叫清潔隊馬上去把地板洗乾淨嘛 就是韓國瑜動作對他來說 他就是要高調處理 他要製造衝突嘛 那他怎麼會跟說 跟那個江啟臣說達成 這個低調處理的這個方式 江啟臣在陰他嘛 為什麼市政府卻又是這樣做 講白江啟臣在陰他嘛 就是因為江啟臣說要冷處理 江啟臣他不是今天新聞 他已經跟韓國瑜 通過電話四次嘛 然後上禮拜五 我還特別南下去找韓國瑜嘛 出來之後韓國瑜講的是說 我們沒有談到具體事項啊 你去幫忙 你沒有談具體事項 你就是沒有幫忙嘛 你就去探病而已嘛 就表達關心之意而已嘛 你如果沒有談具體事項的話 對韓國瑜來說多難為情 就是譬如說現在講白了民進黨雖然說什麼沒有真的幫什麼什麼什麼霸函團體動員啊 可是問題就真的是民進黨黨公司帶著霸函團體去申請公園去發黃絲帶嘛 韓國瑜也很需要黨中央的溫暖啊 他們有We care 韓國瑜也希望黨中央透過策翼幫他成立一個We don't care啊 也可以看怎麼樣大家互相就較勁一下嘛 因為韓國瑜是高總是市長嘛對不對 他不可能叫公務員去成立策翼團體嘛 像那種搞策翼 搞組織 搞都一定要黨中央下來才能幫忙嘛 韓國瑜也希望啊 那韓國瑜應該可以跟江啟臣要求啊 江啟臣不幫嘛 江啟臣不幫 我上禮拜講一桃殺三世就是這個道理嘛 他們當然嘴巴上講得很好聽說 啊 冷處理 冷處理 你韓國瑜啊 就不要動員就好 不要動員就好 搞不好這不會過 可是問題是冷得下來嘛 疫情結束了 民進黨出手了 韓國瑜昨天又告中選會了 整個態勢就是冷不下來嘛 我們就是每天就要討論罷韓嘛 你在冷不下來的前提之下 罷韓如果過的話 韓國瑜才拿五萬六萬七萬八萬的話 他怎麼辦 他就退出江湖了 那我不解 那江啟臣還跟他四度通話 那到底講些什麼 那如果這樣感覺是南援北撤啊 出功不出力啊 出嘴不幫忙啊 這最會就是表達關心之意嘛 可是我對你的病情沒有任何幫助啊 他就是 他意思 江啟臣現在狀況就是一直去探病 一直探病 對 可是江啟臣 然後言不及義這樣嗎 對 繼續去探病嘛 關心你 你會好起來 你要怎麼樣 可是問題是真的能夠幫韓國瑜 是像醫生一樣 真的給他一些強心劑嘛 給他一些治療手段嘛 錢嘛 糧嘛 人嘛 那江啟臣不給 沒有動啊 沒有動 然後而且最可能是 他在檯面上一直宣傳 要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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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韓國瑜就壓根子不想要冷處 你想想看嘛 那個抗告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 他都去做了 表示他是想極盡一切可能 讓自己渡過難關嘛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他怎麼可能會想要冷處 所以他不是這個兩面手法 而是說各做各的 各做各的嘛 中央地方不同調嘛 那現在大家要看清楚喔 你要想喔 如果江啟臣真的拿到六七萬票的話 他就真的六一六要回抖六囉 他如果拿五萬五十萬票的話 在我講他還是國民黨最大尾嘛 你要想他如果在高雄 動得了五十萬票 那全台灣還是有三百萬的韓國 這就是江啟臣不願意 對啊 江啟臣就是不想看到這個東西 因為江啟臣這一次 2020年選黨主席 不是想當過渡黨主席嘛 關鍵是2021年要能夠連任嘛 對不對 因為2021年 他只要一連任任期是四年 橫跨2022的提名權 以及2024的提名權喔 權力極大無比 所以對江啟臣來說 如果再把韓國瑜斬殺在高雄的話 對江啟臣來說 就是他的政治利益最大 所以坦白說 這是各懷鬼胎 這個是各懷鬼胎 我沒有看過一個被選舉 韓國瑜今天叫做被選舉人 被選舉的人策略叫做不動員不投票 這不是中了詭計嗎 所以現在是各懷鬼胎 各自盤算 那韓國瑜也許就 也許不信任江啟臣 那江啟臣又不動的情況之下 來傑民哥 那現在韓國瑜 韓正穎可能就要靠自己了 所以去第三度提出 這個所謂的行政訴訟 問題是之前已經被打槍了 對不對 已經就是確定了 現在第三度 難道他還是激望這個法官 能夠把這個霸函的民主封殺掉嗎 怎麼中江你把話給說清楚了 因為之前有個高雄地檢署 認識的一位法官 他叫林博智 他就直接撰文就是說 其實北高行政法院 一直以為都是國民黨 黨國碉堡 這件事我不知道原資怎麼同意 那其實打行政訴訟 一件事你會抽法官 那你怎麼知道 這麼多法官當中有沒有一個正好是 韓粉的一個所謂的堅持支責呢 我們敏鳳的那個 敏鳳的案件就知道 一省二省無罪 三省可以一般翻盤 最後他敗訴 所以你不曉得 這要當然要賭一下 所以他要繼續試就對了 你剛才主持人有談到 他說什麼 一會忽找忽找忽晚 然後他就發現到 其實我聽到我之後 我不知道到底要說什麼 然後就拿出議題 再繼續送 他總是要在這法律面張一些 一些小的細鳳想辦法 能夠操作對法官 因為他要賭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罷免法是這麼單純 就是說他沒有詳細這麼多 因為沒有遇到韓國瑜 這麼不敢持球對決的人 那他是這麼說 一年內不能提罷免 那一年就可以提案 但他就抓一件事情 可是你的罷免連署 是在一年以內 他就要硬咬這一條 所以他就是拜菩薩 求菩薩 在看能不能抽到一個法官 這法官可以認同這看法 讓這個所謂法庭的訴訟 能不能通過這個666號 其實他越晚去做法院訴訟 對他有利 搞不好有法官 他覺得你有點道理的時候 只好時間就可以拖到666號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中將你真的太精準了 他的做法就很單純 就是想要抽到這個法官 這馬上就知道的事情 你看他整個邏輯一開始 就是50萬的時候他有嚇一跳 但是他也覺得沒有那麼糟糕 然後他就說一句話說 這是遮羞部 但是真的被罷免的時候 他真的沉浸一段時間 那是真的找不到韓國瑜 那有人說韓國瑜 你沒有早起 他還找記者來拍 他早起的樣子 那種低調可愛的樣子 簡直是完全看不出 那就是韓國瑜 我們說韓國瑜就是那種 嘴巴就講起來很兇猛的人 真的安靜不行 可是接下來要動作什麼動作 他用行政的方式 把這個農漁會 透過這個他還換了一些 區公所的這個區公所區長 想辦法籠絡地方 看看有沒有機會透過這種地方 耳語市場的傳言 或農漁會動員 想辦法能夠把這個聲勢拉起來 這是他第二招 那第三招的事情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點 他還是覺得低調是比較好的 就是希望把這個疫情 就把他這個罷免的氣氛能夠壓起來 所以那時候他不是延遲這個會議嗎 但是沒想到 他做麼沒想到 他做延期會議的時候 把他過去那種低調安靜可愛的表情 全部都抹滅掉 你想 所以當時現在在開會的事情 是他之前說要把今天開會的事情 延到這個6月6號 當時這件事情又把高雄人惹怒了 什麼你竟敢延期 結果發現到這事情就逆轉了 他發現到他經過了這麼大時間 透過農漁會去這樣子的去調和鼎耐 新增資源 嚇到該嚇的 還記得他去年預算 還把這個水利會的預算拉高 把這個工程預算拉高有沒有 本來打算說 他說我要照顧窮人 我們以為他對於這種什麼比較 就是撫慰弱勢的費用會增高 沒有 他是預算是 高雄市政府以來最高的預算案 結果他預算部分都是跟這些工程水利有關有沒有 所以原來他那時候在鋪個梗 希望這個資源下去之後 籠絡這些人 他們就想要透過這些地方的士生 能夠把這個民意壓下來 好了 我剛才說原本的計算說 就不要參加議會 不要刺激 就這件事就變得很嚴重 所以他才改打法律消耗戰 結果打一發射之後發現到 高雄市民已經群起激憤了 好了 那你現在動作就很清楚 我認為江啟成是對的 江啟成其實說了 我不知道江啟成閉門的時候 有沒有對韓國瑜說出這句話 高雄人就是我們瑞德才講的 高雄人特質 土質粗廣 感情豐富 不要刺激 那江啟成其實要跟韓國瑜講的事情 是不宜刺激 江啟成是台中縣人 其實比較鄉村的人都是 都是這種不要被刺激 所以他其實要不刺激 可是他忘記一件事情 其實高雄還有一個特質是 他很粗廣 粗廣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直球對決 你就跟我直球對決 結果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請你開說明會 你不願意 然後我們希望你正式回應 有關李萊希的事情 你也不回應 所以大家想說 然後接著議員要問你問題的時候 要把時間砍成十分鐘五分鐘 甚至沒有分鐘 你又讓高雄人 這個粗廣這件事情 你中了 你中了高雄人的個性 難不然高雄受不了那種小動作 我們其實會這麼說 你單純就直球對決 把你的政績攤在海面上 那也許高雄人覺得 你真的敢一搏 我也許 但問題是沒有 他沒有 什麼都不做 所以他觸犯高雄的憤怒 來來 原池 現在黨中央既然這個江啟人 都說冷處理 那顯然韓國瑜方面 是各做各的嗎 他卻是朝向熱對抗的方式嗎 我倒不覺得韓國瑜 他想要熱對抗 我覺得他是想走冷靜的路線 那我先講講江啟臣這邊 我覺得黨中央現在的確是左右為難 左手寫他 右手寫著愛 左右為難 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又很怕說 一邊是愛情一邊是友情 他們就很怕說 好像跟韓國瑜走得很近 然後最後如果說 不小心韓國瑜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他們會整個陪進去 但是又不能讓人家覺得 我沒有在幫忙 所以私底下就是一直 去跟韓國瑜聯絡 這作為人跟你講的嗎 不是 我是聽你知道我講的 就是私底下一直去聯絡 可是聯絡完之後 到底策略是什麼方法是什麼 你總是要告訴我們其他的黨員 那這樣感覺假情假意 也不是假情假意 就是大家會算 因為明年的選舉 黨主席梅根 很多人都想要爭取 其實江啟成他也怕韓國瑜去跟他選 所以當然這段時間要充分表現出友愛 然後不管怎麼樣 最後我還是要幫你 表達善意 那所以現在有點左右為 那我之前我曾經講過 黨中央沒有作為 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也被其他中朝委罵 說不然你要怎樣 你是要上街頭去抗議嗎 你是要聽你高見 你講出個方法出來嗎 但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一定要去抗議或什麼 這意思是說 那你總可以做一個整合的工作吧 你們去見面那麼多次 那你總知道韓國瑜他的意向是什麼 你可以來轉達給我們其他人知道 你可以跟洪秀樹講 你可以跟我們講 早點講 大家就不會告訴支持者錯誤的訊息 到底要戰要和 總有一個定調出來吧 這個事情總可以做吧 然後其他的話 你看現在大家就是 我看很多黨的高層 都說要去幫韓國瑜做直播 去宣傳他市政 我不知道做這個要幹嘛 因為做直播你找黃明志 那個大馬歌手 或你找我去直播 我還比較會耍寶 你們黨的高層 失戀的女人嘛 黨的高層 他們到底了解多少 我真的覺得有點大才小用 我真的覺得 所以就幫不了韓就對了 幫不了 所以說應該真的 不管韓國瑜他怎麼樣 你至少在整合黨的 這一塊的戰力 要戰要和 方向一致 你可以跟我們講 我覺得最起碼可以做 這一件 這一件事情 那我不太認同 鄭浩講的韓國瑜要戰 我真的不認為 我覺得他是要冷靜 我真的覺得他要冷靜 那為什麼市府那些人 都是用那種戰的方式 我覺得是這樣子 大家會質疑說 那他為什麼要拆看板 他為什麼要提訴訟 你看這一次的訴訟 跟上次訴訟是差別很大的 上一次是大張旗鼓 但是這一次是默默去提 其實是 偷偷的 偷偷去提 沒有就是沒有開記者會 去提 是被WeCare爆料 這一點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WeCare知道 偷偷去就這樣 就這樣就是冷處理 我覺得冷處理 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王淺秋 他的講法是說 我們真的是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真輸贏 我們是真歷史紀錄 因為這是霸函 一定會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 所以我可以揣摩一下韓國瑜心境 韓國瑜心境就是 見過大風大浪 他已經十七年失業 三年前還在賣水果 然後經歷寒流 然後選總統 然後要回歸市政 面臨罷免 兩年後 這兩年 我覺得他就是交給上帝 交給神 神決定我的去留 任何安排都是好的安排 真的嗎 交給神 不是啦 就是說交給高雄市民 我說心態 心態就是高雄市民決定 我覺得他就是覺得 沒關係我就隨意而安 我盡量爭取 可是如果事與願違 那也沒有關係 我不就正正一死都非要 他真的隨意而安嗎 所以交給神嗎 交給上帝處理嗎 高雄市民決定 我覺得就是說 他不會做過激的動作 去盤算太多 好那你們就會說 那既然這樣 為什麼要拆看板 我會覺得 因為我以前做幕僚 我覺得這樣 幕僚會看到老闆被欺負 幕僚就會很生氣 以前我們老闆被欺負的時候 我們也都很生氣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幕僚 他們自己就是受不了 那些罷函團體 你要一直弄我們 好我們也 你就給我合法 然後人家拆看板 好我就拆 我就拆 我覺得是比較像是這種心態 所以520之後 我覺得答案就會出來了 應該是走一個冷靜的路線 OK 袁茲幫這個韓國瑜做了一個 非常正面的一個表述 來 敬意怎麼看 真的是這樣如此嗎 還是兩面手法呢 我越聽越模糊 因為袁茲剛剛說 這個他的幕僚要幫他把 就是那些很多的行為 是幕僚做的 那也就是說 韓市長跟江主席 應該是有 應該是會把幕僚叫來說 你們不要再這樣了 我們就友善的對待了 可是我們也沒有看到 有這樣的行為 因為那時候 凌晨5點多拆看板的時候 大家不是就已經 我們在爭論節目也討論過說 你這樣會激化 可是到目前為止 你還是半夜去洗地板 而且還出來 還出來講說 你們這樣害人家 不能過母親節 我其實一直都覺得說 就剛剛講的 我覺得剛剛姐明哥 講到一個重點 真正韓國瑜市長 要負責的人 是高雄市民 那高雄市民 到底有沒有覺得 你為我們負責 高雄市民有沒有覺得 高雄市在你的主政之下 讓我們覺得高雄市是一個 再進步的城市 是一個有未來的城市 那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說 與其說江啟臣主席 現在看到是江啟臣主席 大家在談說 他是要不要飽涵 我會覺得站在臺灣 這麼一個悠久的政黨 臺灣現在也是一個最大的反對黨 的黨主席的立場 與其你 如果你的你的立場 是我要去保住這個市長 這個格調 我覺得不夠高 我們要看的事情是 那你你你 既然高雄市是 你們現在是執政黨 那你站在執政黨的立場 你有沒有讓這個城市更好呢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江主席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其實我對他蠻期待的 我覺得他應該有一些作為可以做 結果他一上來 他就先說高雄市這邊 他要全力幫韓國瑜 也可以啦 就這個學生 他可能常常考試都留級 你就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那我好好教你手把手 因為畢竟他也是一個很資深的 江主席是一個很資深的政治人物 然後國民黨 其實你在很多縣市都有執政經驗 現在其他縣市也是執政黨 那他能不能他有沒有辦法帶著韓國瑜市長說 哪幾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優先趕快處理 讓你的選民有感 我覺得從 我沒有看到 從江主席上任到現在 或者他到高雄去密會那麼多次 我們沒有看到啊 因為我覺得是這樣子 韓市長跟就2018年之前的 整個選舉的風潮 我們我真的很敬佩 就是他可以把整個選舉這樣 打起來 可是問題是你在處理市政 不是找人來就是說我們講擊中 我不是找一堆人來示中說 我好強 你看這麼多人挺我 在那邊掛好多的廣告說 這麼多人幫我買廣告 重點不在這裡了 你已經是市長了 然後你後面還有一個執政 你自己執政黨背後有智庫 難道都沒有人可以教他說 你應該怎麼做嗎 好像也沒看到 我感覺不出來 所以其實這也難怪人家會講說 所以國民黨到底有沒有要幫他 那我會覺得國民黨 與其說國民黨要不要搬韓國瑜 真的要講國民黨到底 要不要把高雄市好好處理 那是一個執政黨 像我們民進黨常常都會講說 我們執政有品質保證 因為我們要讓人家知道說 我執政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我執政之後可以做出政績來 我常舉他隔壁的例子 叫做屏東縣 屏東縣的資源跟高雄市差 非常的多 然後所謂的媒體矚目的焦點 也非常就差別非常的大 可是屏東市才剛剛看 潘潘安縣長 他剛剛做他的施政報告 他講了他的施政報告 一百頁 他講了一個小時 沒看稿 總共有一百八一百 一十八項的數據 在他的報告裡面 我常常講說 今天韓市長 你不用到像潘縣長這樣 你只要能夠好好的講個十五分鐘 把你真正這段時間的政策講完 我覺得大家稍微對他 還有一定的尊重 還算有在努力 所以我會覺得啦 與其去談 大家在談的策略上說 到底要冷處理還是熱處理 我一直都很疑惑說 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你國民黨總要對高雄市負責吧 我們上次也聊過 如果今天韓市長被罷免掉 連在高雄積極經營到 可以出來再選下一屆 高雄市市長的國民黨候選人 我們都還不知道 還要去問新北的哪裡的 可見這對高雄市民來講 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第一 當初這個韓市長是在臺北不給他選 才來選我們高雄的 好啊 高雄人還是很疼惜 他讓他當選了 結果當選之後做得不好 他自己的黨 有沒有要來幫忙 他把高雄治理好 看情況沒有 只有講說我們被動 我們會忍處理 然後像剛剛袁茲說的 我們看天 那我覺得這些動作 對高雄市民來講 只是再一次死心說 算了 我不要期待你了 我當初覺得換了一個政黨 可能會做得比較好的 這個想法 完全證實 不是這樣想的 來來 國中哥 那現在看起來 現在他們對外來講的 跟實際做的 好像完全都是兩回事 照議員是剛剛的說法 那高雄市議長 許坤炎 副議長 陸淑美 以及其他三四個國民黨議員 也都是韓國裔市長的幕僚 他們也看不過去 所以要跟VKL來拼一下 那是議長副議長 他不是市長的幕僚 我一再強調 重傷害韓國瑜的兩件事情 一個是利用司法在卡罷韓 一個就是議會自己自我嚴格 這兩個是真正說不是猜看板 不要以外 那個是小眼睛 我一再講 最大 最害的這兩件 這兩件是你真的破壞民主 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 我先簡單解釋一下 為什麼韓國瑜正宏 再提起這個行政訴訟 上一次他的行政訴訟是什麼 是因為針對霸韓團體提前開跑 在未滿一年以前提前開跑 啟動連署罷免連署 所以他認為這是違法 提起行政訴訟 這一次再上去是說針對中選會 在4月17號公告 公告 這個公告 是違法的 程序違法 他要行政法院能夠在 在這個釐清這個程序之前 暫停執行罷免 兩個針對標的不一樣 簡單說法就這樣子 不是像葉延遲說的 理論大家都聽不懂 很簡單 兩個訴求標的不一樣 但是這就是標準的 利用司法干預嘛 對 而且是在期待 行政法院會初一 十五 月亮不一樣 對 是不是可能會換個法官 他們還在期待說 行政法院過去真的 擦一十五 換個法官就不一樣了 所以他們在期待 再來一次 我會先問到一個法官網 認為說他們現在講的有道理了 又把上次的那個退化 因為這個標的不一樣 他現在是針對中選會 你四月十七號這個公告 是違法的 他是這樣針對的 過去有這種叫做宋棍 專門利用打官司 磨取利益的 你這個跟宋棍有什麼兩樣 如果說這不是司法干預 什麼叫司法干預 如果這個能彰顯韓國瑜說心無掛礙 那我就不知道 你為什麼你的幕僚 容許這樣不斷利用司法 在干預這個事情 你叫心無掛礙 我說這兩件事情 凸顯出韓國瑜現在是四面楚歌 這也是我一直強調 你被逼到做困獸之鬥了 人民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現在鼓勵高雄市民 你們正在展現 前臺灣最期盼的一件事情 不管他用任何的行政司法 不管他用什麼方式 議會的那都是民主程序 沒關係 他可以做的 他有管理 但是再怎麼樣 憲法是最高的 憲法讓你高雄市民 可以行使罷免的基本民權 這個是最高原則 今天如果說法官就把他封殺掉 那不是華天下之大基 大家就來討論 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有罷免 你要怎麼樣講 結果法官居然把他沒收掉 現在今天更好笑的是 高雄今天登一個半版廣告 也許你看不出是誰登的 這種叫做白痴數學算法 他說五十七萬大於七十四萬嗎 民進黨修法惡搞 七十四萬選輸八十九萬 修法用五十七萬罷免合理嗎 除非是獨裁 不然懇請台灣人民是聲師以下 他的意思是說 這次白痴五十七萬人 直接繳家陳其邁的七十四萬人 可是陳其邁七十四萬人輸 韓國瑜八十九萬人 所以民進黨不要連都這種修法 這個修法的時候 韓國瑜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這個法修出來的時候 黃國昌在試用 那時候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廣告 來替黃國昌講話 對 今天講 結果我仔細找才發現 他有一個短短 這個不應該是後面人家寫上去 有人簽名 是不是 有個簽名叫黃啟川 還寫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九號 好像是他生日 這個人是誰 高雄市前議長 我就不知道 但是周圍一個民主出來的 好像在 黃家好像 黃主帆好像在高雄 他們是豪門 豪門 豪門 旺族吧 既然用這樣的廣告 來對高雄市民解釋 反罷寒 高雄市民你們對你們的老議長 這樣的作法你們會認同嗎 黃啟川先生 黃啟川議長 我跟你講 你應該鼓勵說 你既然要投贊票 贊成罷免韓國瑜 一定會有人反對 你就要鼓勵他們來做一個民主程序的來競爭 反對高雄同意罷免的 這樣的贏才是真的叫民主 你拿這種東西來羞辱臺灣人民的智商 來侮辱高雄市民嗎 我認為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對 好 當然在這個罷免的最後程序當中 還有一個是電視說明會 那韓國瑜是目前行程沒有排到那邊 那他的新聞局長鄭兆欽是說不會配合演出 來玉瑋姐怎麼看 這既然是一個民主的一個權利 那怎麼會說是什麼叫做配合演出呢 距離六月六號大概剩下二十出頭天而已 那韓國瑜事實上他可以利用這段時間 不管是從他選輸了以後回到高雄 認真的做一個高雄市長 利用這一次定期會的時候 他大可以跟所有的高雄市民講說 對不起 我去年2019年不應該去選總統 我錯了 我現在回來好好做一個高雄市長 我現在認真高雄的市政 我也把我對於高雄未來兩三年那個規劃 跟所有的高雄市民報告 這不就結了嗎 可以利用這機會這樣 對 在去年的時候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當蔡英文總統還沒對外宣佈 他要參加電視辯論會的時候 韓國瑜倒是也很嗆 對不對 他講說一場不夠 我們可以來辦個三場 那同樣現在只要求你一場 怎麼會說是給對方作秀呢 一個作秀的機會呢 現在只不過是希望韓國瑜市長 你能夠好好的替自己辯護 你要知道現在所有高雄市民 你一句話可以惹怒高雄市民 是哪一句話 你來自發大財市 我對面的傑銘 你是來自於高雄 我如果跟你講說你來自發大財市 很多人就會氣到丟臉 現在高雄市民 其實不只是氣韓國瑜在選上了市長 沒多久就背棄承諾跑去選總統 他們更氣的是 韓國瑜的背棄承諾是背棄 他承諾給高雄市民一個好日子 一個好生活 一個會發大財的高雄市 結果現在變成大家在嘲笑高雄人 你來自發大財市 所以這是高雄人之所以會憤怒的原因 對 汪潛秋說他說這個是他罷免他不是爭一時的輸贏 他要爭的是歷史定位 高雄市民現在才真的是要爭那個歷史定位 高雄市民現在要透過在6月6號 他們要站出來投票 要告訴全台灣人 不要叫我來自於發大財市了 我們的一張選票可以給你韓國瑜 同時我也可以把你的權力從你 因為你不認真收回來讓你被罷免 你是台灣民主史上第一個被罷免的直轄市的市長 好再來看李萊希說錯話引發全台重怒之後呢 他拒絕道歉 那國民黨對他做停權處分 結果沒有想到他還非常的囂張 他就去嗆國民黨你這個落魄戶 要談什麼停權呢 來 我們看他就說 這個從來沒有擔任過這個黨職 他也沒有行使過黨權 那超高級的職學有上萬個 擁有千億黨產時 他未曾享受過一分一毫 那如今幾乎成了這個落魄戶 跟我談停權 有哪位聰明人能夠告訴我 是要停什麼權呢 那老實講他這麼嗆國民黨 國民黨對他還算是有留情面 對不對 因為除了這個停權之外 到六月份才要去處理他的這個 是不是要開除 而且還說還會讓他說明 那我們就馬上就舉例 因為昨天來上我們節目的就是 資產媒體政策被分 他馬上就說了 那你當初開除我怎麼就那麼快呢 那為什麼開除李萊希就要等到六月呢 瑞德哥 那為什麼國民黨對李萊希似乎還要留情面 難道是擔心得罪他背後有廣大的退休軍公教嗎 我覺得之前被開除的這個國民黨員 他們的分量比較重 就像我對面的李正浩一樣 因為鄭佩芬 佩芬姐跟李正浩他們分量比較重 然後所以趕快開除 不趕快開除的話 國民黨受的傷害太重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解釋 國民黨為什麼這樣做 我一聯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六月六號斷藏石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仔細看李萊希他這幾天發表這樣的言論 你絕對不相信 如此沒有人性的發言 結果沒想到網路竟然有一票韓粉 是站在那邊的 你知道嗎 這票韓粉是主戰派 那麼也站在李萊希這邊 不認為哪裡不對 李萊希到今天 那麼媒體訪問他了以後 他還是認為說 他鬥不過 他真的這樣講 他認為他自己鬥不過 像婉婉儀這樣子 你知道嗎 他說用悲情去撰舉熱淚的人 我們打不過這樣的人 他竟然用這樣講 然後緊接而來 他還是認為說 他好好過日子也不會死 然後他到現在 都不認為自己哪裡壞 哪裡錯 今天我必須先肯定一個人 第一次肯定他 台南市長黃偉哲的妹妹黃志祥 第一次肯定他 真的 雖然我們大家政治理念不同 他今天也挑出來罵李萊希 已經觸犯到他的底線 尤其是小燈泡的頭顱兩個字 你知道嗎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說的 那麼李萊希在他自己的臉書 換了一個年輕的照片說 他以前長得很清秀 很清 很單純 現在面目可正 我不知道是社會污染了你 還是你自己污染了社會 我不太了解 為什麼呢 一個正常的人 一個受過教育的人 一個有血性 有正義感 或者是說為人父母的人都應該知道 如果你的孩子在你面前 不管是不是你的孩子 你的毛小孩都一樣 在你面前被人家這樣做 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 每個人都是傷心欲絕 然後悲痛萬分 我相信一輩子都走不出那樣的傷痛 王永瑜現在也是一樣 那麼我們可以對每個人 有不同的評價 像我就不一定認同 王永瑜的任何一個事情 我個人對他有些事情 我們是不一樣的 間解不同 但是就好像有個名嘴 很奇怪的講說 叫王永瑜把小燈泡的媽媽 這個Mark拿掉一樣 這跟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 是啊 他永遠都是小燈泡的媽媽 不是嗎 王永瑜有沒有李萊西的論點 跟這個名嘴的論點都一樣 我披著小燈泡的媽媽 所以我得到了什麼 立法委員得到了什麼東西 李萊西甚至於認為說 他的背後是民進黨要撐腰 他是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嗎 他是時代力量的吧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是一夥的嗎 是同一個政黨嗎 停了以後會很難過 為什麼呢 王永瑜有他自己的這個經歷 所以他自己的慘痛 我跟你講很多人叫人說 都已經發生 尤其那廢死聯盟 一些人然後幹嘛 都已經發生了 我們不應該剝奪那些人的 這個兇手或者是加害人 他們的生命權 我們應該怎樣怎樣 講一大堆 幸福的人 沒有要求不幸的人 放下的權利 再講一遍 幸福的人 沒有要求不幸的人 放下的權利 除非這個人他願意 尤其是被害人跟他的家屬 他願意放下 那我們外人 我沒有意見 那王偉瑜是因為 他親身走過這個傷痛 所以他在人權的問題上面 在一些司法訴訟的方面 有他自己的看法 然後後來 時代力量 請他來當這個不分區的立委 他這次會惹上這個風波 還是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不是嗎 他身為立法委員 我覺得李萊希非常的可笑 說他當時代力量的不分區立委 又不是高雄人 為什麼不能講 笑話 是台灣人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批評美國 批評中國 批評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件事情一樣 這本來就是我的言論自由 不是嗎 你李萊希說你的言論自由 在你的臉書上講什麼 是你的言論自由 那何嘗不是這個 王婉瑜的言論自由呢 所以很簡單 李萊希是因為挺韓 李萊希因為怕韓 那就因為王婉瑜 他自己本身支持 罷韓就這樣 可以沒有人性到 沒有血性到說 他是小燈泡 他女兒的頭顱這樣踢的 一路踢到高雄 我覺得中國國民黨 做錯一件事 不應該等到六月 為什麼 雖然他有很多的頭人出來講 包括朱立倫今天都出來講 我覺得太慢 像這樣子必須斷然處置 像處置對面李正浩一樣 速度這麼快 你知道嗎 要斷然處置為什麼 這樣對你的黨傷害太大了 對韓國瑜傷害多少我不知道 看他們不惜流血 說要流血流到六月 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 一定要割 慢慢割 你是不是要等到六月六號 看能不能騙過去 六月六號罷韓 不要是刺激到支持 李萊希的韓粉 所以等到那時候 看情況怎麼樣 沒有的話就這樣淡淡的過去嗎 如果這樣的中國國民黨 那一點存在的價值都沒有 來我請教正浩 當初開除你的時候 是花多少時間 我是當事人 對你當事人 那跟李萊希做個比較 當事人強行專線 有拖一個多元 然後有沒有給你說明的機會 我跟你講 前一天收到簡訊說 隔天要開考季會 然後隔天剛好颱風天 我多火一天 後天就開考季會 這麼快 不是 這就是這樣子 那你說考季委員 現在可能出國或怎麼樣 你黨主席或黨主席 可以先有調子 先定調要開除 你後面程序後補 補證 這都很簡單的事情 那你考季會的主委 竟然忙著在打官司 是 我現在要講 考季會主委 我引用業員 不是 業企員 業企員 業企員的話 他說 一切按程序 將李萊希送所屬黨部調查 請當事人說明 再送中央考機會討論 若認為有損黨域 可能停權撤銷或開除黨籍 這句話叫做什麼 公事公辦 可是你在危機處理的時候 你要快事快辦 你不去處理危機 危機就來處理你 這最簡單的邏輯 其實整件事情很簡單 婉婉裕這個人 夠不夠格當立法委員 我認為可以討論 婉婉裕現在當立法委員 跟過去小燈泡的悲劇 有沒有關係 我認為勉強可以討論 單純是另一回事 對 但是你不可以講說 他把他的小孩的頭顱 踢到高雄 我認為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心都很痛 剛剛談了 很多國民黨都看不下去 那為什麼你只有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意思就是 你用眼睛看 可是你做不下手 你殺不下手 很簡單 國民黨過去為什麼 李萊希這個事件 會跟國民黨有關係 講坦白了 國民黨過去在黏李萊希 李萊希在推軍公教的時候 國民黨就是站在李萊希旁邊 跟八百壯師 八百壯師站在一起 李萊希八百壯師 就是國民黨去蹭他們 他們認為過去長期 國民黨跟李萊希合作 獲取龐大的政治利益 讓2018年掀起一股軍公教 反民進黨的情緒 讓國民黨在2018年大戶全勝 甚至造成寒流某種程度的興起 換句話說 你前面跟李萊希綁了那麼久 你現在當然切不掉 所以才會對他留情面 千絲萬縷 還留到六月才處理 你去看李萊希的臉書 下面還是很多人在支持李萊希 而且國民黨說 如果不要李萊希的話 新黨搶的藥 表示有某一群很極端的民意 還是站在李萊希身邊 所以國民黨是怕背後那一群 國民黨不是怕李萊希 是怕他旁邊千千萬萬個李萊希 講白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問你 你國民黨不拋棄 這千千萬萬個李萊希 你怎麼往前走 但問題是國民黨現在很難看 李萊希還嗆他 落魄戶 很難看對不對 那你國民黨還要去擁抱李萊希 我講了 你不去處理危機 危機就來處理你 李萊希今天嗆國民黨 然後他要嗆陳建仁 對不對 這事情現在在你一天 沒有處理掉李萊希之前 全部算國民黨頭上 所以國民黨現在是背著 千千萬萬個李萊希 在這個政治氛圍上往下沉淪 國民黨是擔心開除掉李萊希 他可能會流失掉支持 千千萬萬個李萊希 所以是選票考量 但問題是那個後作用或後遺症 恐怕是國民黨難以想像的 你不去切割李萊希的話 你會失去更多正常人的選票 這就是最簡單的判斷 來 原資怎麼看 這個對於李萊希的處理 國民黨的動作是不是太罵 還要拖到六月 那所以昨天明顯也講了 你流血要流到六月份嗎 那所擔心的是不是就是那選票 但是剛剛正好也說了 你可能流失的會更多 如果問我的話 我是覺得遲早處理就快一點 就不用每天被淋遲 因為說實在李萊希 他也不屑作為國民黨黨員 國民黨給他停權的時候 他的講法是說 我以為你停權我 我會下地獄 沒想到我是上天堂 那既然這樣子 其實你開除他也是剛好而已 就是大家都皆大歡喜 也沒傷害到任何人 那我覺得考忌會 他一定會是 葉慶元一定會這樣講 因為考忌會比較像是 國民黨司法單位 司法單位就不能對個案表達意見 但是我覺得除了考忌會以外的人 可以發表意見 比如說像主席 或者是黨的中央的行政人員 他們可以說這樣的黨員 說這樣的講話 有沒有傷害到我們 如果有他主張開除 但是還是要交給考忌會 我覺得黨中央是可以這樣講 那我看江啟成 他們其實都主張說要開除 國民黨已經就是要 應該差不多就是要開除他 就差一個程序了 所以也不用在那個程序上面 一直質疑國民黨沒有要 沒有要開除他 其實我覺得就差不多就是這樣 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其實李萊希 我真正到這兩天 我才知道他是我們黨員 因為他 你以前知道嗎 對 因為他以前跟國民黨 其實沒有那麼好 他都罵國民黨 他在2017年的時候 他都還要罵國民黨 還嗆國民黨說他要阻擋 他要把軍工叫票都把他帶走 然後國民黨表現不好 他都第一個出來痛罵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我們黨員 那過去在節目上面 大家只要講到李萊希 問我都說那不管我的事 但沒有想他居然是我們黨員 對 那我就是這樣對人家 人家還這樣講 那我的意思是 你完全不知道他的影響力 所以他其實根本沒有那麼近 那像上一次他出過一個 比較令人家生氣的事情 去擾亂世大運 2017年在臺北市世大運開幕式 搞到人家選手沒辦法進場 那時候還有國民黨人私下說 還好他不是還好他跟我們漸行漸遠 他要阻擋讓我們沒有被燒到 那時候還有人這樣講 可是這一次為什麼感覺比較會被燒到 其實不是國民黨被燒到 是韓國瑜被燒到 韓國瑜被傷 我覺得對國民黨其實還好啦 是對韓國瑜被燒到 還好嘛國民黨已經到補底了 沒有選舉的話 對國民黨真的大概也不會討論 就是因為現在面臨到罷韓 我覺得雖然是韓國瑜 看韓國瑜的態度 韓國瑜也很清楚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就是可以讓罷韓團體 大概利用這個議題把它炒熱一下 可是民眾最後還是會思考說 其實李萊希講的話 跟韓國瑜真的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還是會回歸到影響 李萊希的話老實講 是不是就是更加深了 更激化了那個罷韓的動力 同時國民黨這樣子左之右處 要等到六月有人就擔心 真的把李萊希開除之後 他有可能真的就出走 就去阻擋國民黨是不是就會分裂 國民黨沒有分裂 他事實上你現在黨能夠分裂出 什麼樣的一個原則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們這次選戰 也都要一個結論 基本上只有四個黨存活 其他黨基本上都在歷史紅頭中 都消失掉 其實小黨是很辛苦的 如果你沒有在這個大選裡面 得到一個位置 基本上地方一兩個席次 是沒有任何的 任何的機會 所以你要阻擋這件事 我只是國民黨的話 我就讓你去阻 其實就讓你自生自滅 早一點把這群人處理掉 就跟黃副興黨部 國民黨一天不處理 黃副興黨部 國民黨永遠沒有辦法 脫離那百分之五 自認是中國人那群人 國民黨永遠是像一個 就被一個錘子錘下去 那個船永遠要往下沉 這我有三個看法 第一件事情是 李萊希跟韓國瑜的關係是如何 這件事情是大家最考慮的問題 我們先把王婉遠的事情拿出來 我們先問一下 李萊希跟韓國瑜的關係好不好 我也很清楚 在選擇的時候 他們兩個直播 有做很多次互動 雙方各自在軍公教這一部分 有高度共識 那麼韓國瑜也認知 李萊希所代表的族群 就是韓國瑜支持的人 所以這部分來說 李萊希跟韓國瑜 基本上在韓國瑜沒有 跟李萊希切割之前 他們是生命共同體 他們有共同的族群 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霸凌別人的經驗 你說韓國瑜沒有霸凌人嗎 心知肚明 所以這點事情 韓國瑜要不要切割 那我不太認為說要李萊希 李萊希跟韓國瑜之間沒有關係 第二件事情 這源自於什麼 源自於就是因為韓國瑜 在2019年 根本沒有在高雄市做任何的 有為他的職務 而且Yes I do選了總統 所以高雄市民覺得很遺憾 我聽你的謊言 我錯了 我們要罷免你 所以這是一種被騙的一種情感 所以才有罷韓這件事情 那這罷韓事情 基本上是要韓國瑜個人去面對 但是這時候 李萊希為他個人的聲量 因為李萊希在過去每個時間 只要國內有發生大事情的時候 他一定會出來趁聲量 跟黃安其實是同個等級的 我不知道我把黃安跟李萊希放在一起 李萊希會怎麼覺得 那如果李萊希你覺得 你很高雅所以去看黃安 其實你們兩個差不多的類型 所以他喜歡蹭聲量 而罷韓這件事是一個聲量 我們譬如說我們現在全台灣 基本上就注意罷韓 對李萊希來說 這是他不可多得的事情 因為他已經退休 他沒什麼事情 而且當時另外一個公教聯盟 就指他說 這個人他就是靠這種所謂的聲量 創造自己的名聲 想辦法去募款 但是每次出事情的時候 他跑最快聲音最大 你看這個案件也是 我們針對的事情 第三件事 第二件事我說 李萊希其實要趁罷韓這件事情 來增加自己的聲量 韓國瑜卻不知道這件事情 國民黨卻不知道這個事情 他就是要靠這個來增加 他個人的聲量 他根本不會 罷韓真的罷成功 跟李萊希也沒有關係 李萊希下次還會找個機會 只要是民進黨有任何事情 是大事情 他一定出來趁嘛 罷韓只是其中一個踏腳石 韓國瑜只不過是個踏腳石 而且正好碰到王韓有一個 喪止之痛這樣的事情 他才造就這樣聲浪 第三件事情 我們這樣說一句話 李萊希觸怒重怒是這樣子 這是我個人看法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那件事情之後 我個人真是這樣子 我每次走在路上 只要小孩子 小女孩小男孩 他離爸媽稍微遠一點的時候 我看到小孩子 我第一眼就是看爸媽 因為那種街頭小孩子 就是那個慘案 其實在我們這種有小孩子的 甚至將來有孫子的人 心中是一種不可磨滅的痛 所以我每次在路上 只要看到小朋友 稍微離爸媽遠一點的時候 我馬上眼前就會看這爸媽 真的危機感就出來了 你到現在還有 這多久的時間 我到現在還是這種感覺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事情 在很多的父母中 形成了一種極度的不可思議 台灣這種國家 竟然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李萊希在這個事情去淌血 我問這件事情 我問一下我們高雄 不在籍的高雄市民 你們我的鄉親們 我們留著同樣的血液 你現在在外面 你在新竹 你在台北 你在桃園 你在台中工作 你都有小孩 然後李萊希這個人 他用這樣的方式 來出動罷韓 那我這麼說一句話 韓國瑜到現在不願切割 我不談國民黨 國民黨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問一件事情 韓國瑜還不願切割 這樣的事情你可以接受嗎 我們是高雄市民 我們在高雄 是不是應該過著一個安全的生活 我們在高雄 是不是應該擔心 不要擔心 我們小孩在路上 會變成怎麼樣 我們在高雄 我們是希望一個市長 捍衛一個小孩子 他應該有了生存性 是不是 韓國瑜三件事 都是NO NO NO 他沒有切割 他跟你萊希 沒有切割 他只是一句沒有李萊希的字眼 表達他是立場 記者問他的時候 你是個高雄市長 你是個高雄父母 你有多少小孩在你 對不起 我聲音太大了 第一點 你有多少的父母親有小孩 當時陳曲為了高雄市 能夠多生小孩 2013年到每個地方 設托兒所 你韓國瑜為了這件事情 你難道不應該站出來 跟李萊希切割嗎 所以這件事情我認為不會結束 國民黨要不要跟李萊希切割 跟高雄市民 一點都沒有關係 李萊希等於韓國瑜 韓國瑜 不願意切割李萊希 這才是重點 對 所以這個 檀面上的政治人物 不論是藍綠 有沒有符合民眾的期待 特別是藍營的這些爭議人物 是不是特別多呢 除了李萊希之外 還有誰呢 那因為李萊希 他還自爆傅崑奇 最近有給他致電打氣 沒想到傅崑奇馬上就遭判刑入獄 但是因為沒有尺度公權 所以立委身份保留 薪水照領 代職入監引發不滿 看比賽 才短短三個半月的立委傅崑奇 因為炒國案被判刑 兩年十個月定業 又要再度鑼鐺入獄 只是他因為沒有被尺度公權 不但立委身份保留 還可以照領一個月十九萬的薪水 國家有幾縫 我們都會把它捲出去 對於所有我的好朋友 表達歉意 也謝謝你們 韓國瑜 你自己加油 我沒有辦法陪你了 謝謝 嘴上說不會領薪水 還要韓國瑜自己加油 但其實按照時間推算 傅崑奇服刑完畢 立委任期都還剩一拜 不過傅崑奇 並不是代職入監的首例 前立委嚴金鏢三度入獄 假釋後又回到立院 前立委邱毅 因為妨礙公務罪被判刑 也沒有尺度公權 入獄後馬上會立院開會 引發輿論踏法 質疑法律有漏洞 我希望能夠就是修法 那我們一起來研究 要修怎麼樣的法 因為目前只有刑法有相關的規定 大家覺得多久之後 其實他就應該失去立委的職權 那地方也應該要重新補選 那在這個修法之前 我呼籲傅崑奇 對花蓮的民意 就是負責任 就應該持續他的立委職位 好 我們看到這傅崑奇 代職入監呢 這個引發外界的高度關注 也引發民眾的不滿 這是不是非常的荒謬 也是一種司法奇觀呢 特別是李萊希說啦 這黃糧夢醒不如歸去 感嘆流年不利 是真的流年不利嗎 還是你是做錯事情呢 特別是我們看到傅崑奇嘛 他還說啦 韓國瑜你自己加油啊 我沒辦法陪你啦 來 郭東哥 特別是他又講了 不領立委薪水是真的嗎 到底這些人說到有沒有做到呢 今天看到民進黨的不分期立委 歡迎講這番話 我真的感觸很深 現在要修法啦 要怎麼修 你根本問題不解決 怎麼修都沒有用 什麼叫根本問題呢 我常常在我們節目講過 你給法官的自由新政 自由財量錢太寬太大了 要不要此奪工錢是法官來判斷的 他不是定在那裡 你換了多少年的罪 判多少年金 你就要此奪工錢多少年 那法官就沒話講 一定要照這個判 你給法官自由新政 他這個草谷案發生在 跟現在的職務沒有關係 然後他換後又怎麼樣怎麼樣 說不必此奪工錢 你不如碰到一個兇的法官說 他是個政治人物立法委員 換這種做不行的 還能當立法委員嗎 齒頭工錢十年 我當然不可能 因為他本行只有兩年十個月 不可能齒頭工錢 超過這個本行 所以我說 歡迎委員 要改就要根本改 不然你改了這一條沒有用處 以後還是又不斷有爭議出來 國民黨現在前面有一個理台戲 後面跟著一個傅崑奇 難怪他們的行小偶心 議員開始哇哇叫了 國民黨這個關鍵的時候 來這兩個人的話 那國民黨還有救嗎 確實是沒有救 但是沐崑奇跟李萊希的案子 不大一樣 李萊希這一次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順便把話都講清楚 他再殺小登豹這一刀 除了小登豹的腦袋 再被他砍一刀以外 他是刺中所有台灣人民最脆弱的心 心面管音 小登豹的案子 全台灣人民都覺得很無奈 束手無策 法律就是這樣子嗎 兇手絲絲絲條 只能判他這樣子 結果第二個案子又來了 嘉義的殺警案 絲絲絲絲條 判決無罪 台灣人民都狼狼狼狼狼狼狼 對 現在再加這個傅崑奇幾條 傅崑奇這一條 既然 現在是二十二月 他二十幾年前犯了那個罪 跟現在沒有關係 法官那個沒有關係 但是我要問這個法官 傅崑奇有罪沒救 公道沒有討回來 不是此奪工錢問題 是當時炒股的時候 幾千幾萬的股民們 被那個炒股案幾個案子炒官 虧損累累到現在 得到什麼不殺 被坑殺 被坑殺全部都沒有救 黃東中那個什麼颱風 是吧 科基 全部都 那你有還誰公道呢 不過是傅崑奇 去做一個二十幾年應該去坐得牢 這樣子而已 而且還一再減刑 一天減到剩下兩年十個月 可是沒有天理 所以司法不會給人民公道的 這個是李萊希這次引起全民公分 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那一刀等於吃中所有人民的心 最爛最脆弱的 真的人民最最底層大家都無故 不知道要怎麼辦 如果說連立法委員都沒有辦法 如果說連本身小東方媽媽是立法委員 都要變成弱者的話 那請出一般人民怎麼辦 所以這個感觸讓人家特別深刻 李萊希還有點講 黨前黨次我都沒有黨職 我也沒有想過一毛錢好處 我現在只要問李萊希一句話 你的三十年公務人員生涯裡面 有沒有填過國民黨三個字 那就是你的副生符 在黨國議題的時候 你用這個東西 是不是有保障你的公務人員 你官是怎麼升來的 很簡單嘛 我們沒有填國民黨的 永遠被壓在那裡 升不了官的 升不上去的 他以為說我這個黨前黨員 是要做黨職 還是享受國民黨給我的錢 不是 你無形中就在填那個東西 當過兵的人都知道 你只要填國民黨的話 胡導演 胡導長對你特別好 這個差別怎麼會沒有 所以國民黨現在就像一個 破敗的大宰門一樣 李萊希不過是個不孝子 離家出走又環咬 講得好像真的遺乎那個樣子 所以我說像這種人 平安心講 我已經講過 喪心病狂法律上對他沒有辦法 治療不了他 現在王婉瑜委員也不要提告 他說這個提告沒有意義嘛 官司打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那平安講國民黨怎麼處理李萊希 我告訴你 全台灣人民也不大在乎 也不在關鍵國民黨怎麼處理他 只是說為什麼老是藍營會有這樣的人物出來 人家只是懷疑而已 所以我就說國民黨你自己不好好處理 你是這一次韓國瑜被雙殺以後 下一個就是你國民黨 來來靖醫師來 你來看吧 我看李萊希講說他對國民黨 他說沒有拿到職缺 然後沒有享受過一分一好 果然國民黨的黨員 對於入黨的想法 跟我們民進黨完全不一樣 民進黨入黨之後 你對這個黨要有貢獻 你對這個黨的立場要有認同 甚至像我們當這一個他的公職 我們還要募款 不要講說想受到好處了 被罵的比較多 付出還要比較多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李萊希是公務人員退休 去年剛退休 那他是這個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的榮譽 理事長 這件事情 我覺得當然每個人的政治立場不一樣 我們都可以理解 然後政治立場對於國家政策可以批評 我也覺得這沒有話講 可是他講出這種像昨天這件事情 他講這個話是犯眾怒 就是說你基本 基本人性都沒有的這種地步 他自己還做這一個公務人員的協會的榮譽理事長 那我看了一下 當然國民黨什麼時候要停權他 我們是沒有意見 就是國民黨的黨務 他的動作快或慢 那個我們沒話講 他過去的言行 我們講他常常已經有一些 很不是很妥當的言行 那當時他是中華民國的公務員 事實上我們那時候也內部也談過說 中華民國公務員他的任用法 第四條就有講你要這個公務人員要注意其品德 及對國家忠誠 我先不論李萊希先生對於國家忠誠 是哪個國家的忠誠 他的品德在當公務員的時候 是寫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四條 那他的品德以這種言行來看 他的品德真的沒有問題嗎 那其實這幾天我看到有一些公務人員 或具有公職身份的朋友 他就很低調的說 我也不認為我們公務人員都是這種身份 我自己也是公務人員家庭 我不相信哪個公務人員家庭會覺得 應該這樣講公務人員家庭 如果你覺得以他為榮 以他這種言行為榮的話 我們的國家在任用公務員 還有公務人員的教育的部分 真的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那現在回過頭來講是所有的公務人員 你真的要讓李萊希這種人代表你們 做你們的協會榮譽會長嗎 那這個協會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說實在這個協會他力量 他不是一個鬆散的協會 這個協會還包含我們健保的 這個我們健保會的委員 他是其中的我們講付費者代表 他還可以去監督 以及對國家的健保費等等提出意見 然後當然在每一次國家重要政策的時候 這個協會是有聲音的 他是有角色 因為他代表國家很大一部分的人 對 這樣子的這一位先生 是你們的榮譽理事長 這樣真的可以嗎 這對中華民國的公務人員來說 這種恥辱真的可以吞下去嗎 真的覺得這樣子的人的品德 對外宣稱他是中華人民的 中華民國的這個公務人員的代表 對 大家真的有辦法接受嗎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不能容忍 對 公務員協會說他已經退休了 那退休就跟他們無關嗎 他照常你退休金 對 就是這個人我們看了一下 除非他犯了非常重的刑法 也就是說他有非常重的刑 那我們看公務人員懲戒法 他在當公務人員的時期 除非他有貪污 或者他有重大的比方說刑案 他要判到一定的年份以上 他才有辦法被懲戒或去除公務人員身分 也就是說他如果像這種完全喪失人性的言論 或者是跟政府之間 甚至像前一段時間 還有講過他的有些言論 可能有牽涉到所謂的散播謠言的狀況 我們是拿他沒有辦法的 對 剛剛講了 我接著進委員的話講 剛剛講散播謠言那部分 是在這次口罩當中 那因為很多人的確在之前口罩還不夠的時候 那有去排隊買口罩 可我們口罩是從188萬片一天 到今天呢 大概一天是可以生產1800萬片 然後他就在講說 因為有人去排隊排口罩的時候 哇 就被違規停車的這個車子給撞死 後來發現這根本是兩回事 你今天你為什麼要在台灣 散播那種仇恨的謠言 這個就是李萊希 但李萊希所代表的是什麼 是某種程度的韓粉的總結 就你只要罵韓國瑜 我就霸凌你啊 我管你祖宗八代 我管你的小孩 反正我就是罵到你讓你怕 讓你不敢再繼續講韓國瑜 不敢再嘴韓國瑜 所有的霸凌不是這樣嗎 我們從2018年開始 我想在座每一個我們都被 這個韓國瑜的韓粉給霸凌過 霸凌不就是韓粉 他們過去最讓這個社會詬病的地方 我們過去有多少次跟韓國瑜講 韓國瑜因為韓粉都聽你的話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跟這些韓粉講講 這緩一緩跟你意見不一樣的人 你是不是不應該用這種方式去攻擊別人 如果韓國瑜當時有用這樣子的態度 去告訴韓粉 不要這樣子動輒韓粉出征的話 現在韓粉出征也不會敵我不分成這個樣子 你看這李萊希 李萊希他所展現出來的李萊希 他已經公共人員退休了60多歲了 那你今天你可以挑戰王婉鈺 你可以批評王婉鈺委員說他委員做得不好 你什麼樣的你都可以批評 但是今天小燈泡是一個過世的小天使 一個60多歲的一個伯父 去跟一個已經過世的小天使 你過不去到底是哪裡過不去 我想這個之所以會讓這個社會 感覺到憤怒的點是這樣 竟然他們是用選擇這種仇恨的方式 在做政治上面 希望說我政治上面你跟我不一樣 我就用我的言緣去糟蹋你去霸凌你去虐待你 好再來關心副總統陳建仁放棄卸任李玉 回任中研院擔任特聘研究員 沒想到引發部分網友的批評 談到研究副總統陳建仁兩眼會發光 520卸任後他決定回中研院繼續他最愛的研究 放棄副總統每個月18萬里玉 替國庫省下2300萬元 網友大讚大人哥根本是聖騎士 但一人以吃乾媽進陳建仁為題 潘文酸中研院特聘研究員最高月薪50萬 副總統現任李玉是每月18萬 選擇領更多是人之長情 沒有人可以智慧 但操作一波斷章取玉造神就可恥了吧 而且第一位放棄李玉的現任副總統是連戰 看到陳建仁被網友酸 ICU名譽陳至今忍不住跳出來反擊 他說現在各大公司排隊搶著要陳建仁當顧問 各國研究機構開出了條件 肯定比中研院高出好幾倍 質疑陳建仁只會顯現你的可悲 陳建仁退休引發網友論戰 我們看到副總統陳建仁卸任之後 那沒想到他放棄李玉 竟然引發部分人士的批評 那其中我們看到李萊希又來了 他本來就是對這個退休軍工教 非常有意見 那他就說這陳建仁一手推動年改 那另一個 他是這個就是說 他是另外一個什麼 世紀大騙局 我不曉得什麼叫世紀大騙局 他說李遠哲事件的翻版 都是暫時放棄退休金或是禮遇酬勞 另辟蹊徑領取超高的報酬 那而且第一個放棄的叫做連戰 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幾件事情 我們要分幾個層次來看 首先就是什麼叫做暫時放棄 陳建仁是的確放棄四年的禮遇 那他是回任原本他之前就擔任的 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員 那特聘研究員他的薪水 大概有十幾到五十萬之間 那所以他必須在禮遇跟薪資之間 只能二擇一 那特別是他是回任中研院 他不是退休 所以他不是說只是退休領錢而已 所以李萊希這些人的批評 感覺上就是說 你領這麼多錢就不做事 不是這樣子 那建民哥 這恐怖要給大家一個清楚的一個說明 他放棄禮遇回任中研院 是有做事 不是那種跟那個退休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在研究院裡面 其實看到很多 就是德高望重的學者 他們在中研院裡面 當作研究員或者是院師 是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當然手上他們都會有一些計畫 然後這計畫分給 比較年輕的研究員去做研究 那他只是要出一個 idea 一個方向 然後研究員就按這個方向 去發表他的一些論文 然後當然就會在旁邊就是成為 就是後面的指導者 這在學術界沒有什麼特別 比如舉個簡單的意思 最近我們科技部的部長 也要把工作辭掉 他回到也是到學界 是原本他有的工作 那位置也在那個地方 那依舊領他原有的薪水 所以這件事情 在我們這些科學界裡面 就是這種研究院 研究界裡面 這件事稀鬆平常 那不是只有臺灣 是全世界接染 就是說你如果本來在研究單位裡面 就有一定的位置 現在那些人到底在罵什麼 還罵什麼 所以我其實不能理解 他們的思考邏輯 一樣道理 如果我人家說你來行 你真的有學友專科 那你退休的時候 你看能不能找到一份 一樣的工作 那你就不要領我們九萬塊 我很樂意 如果你今天離開 你可以找到一份民進工作 薪水三十萬 我很厲害 那我就恭喜你 那我就我們稅金少九萬塊 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邏輯 中醫院本來就是有個預算 那我們其實在中醫院裡面 生醫所是國際知名的 如果生醫所是在這個 差不多是三十年前 開始成立 那時候網羅的很多 國際的優秀的人過來 那邊也特別設立了一些 我們要說那時候的院長 都是國際級 都可以將來有機會得到 國際最高等級的一些 當然還沒到諾菲爾 也有成級 我們出來的報告 在全世界都是被論述的 因為我們以前 那時候我在中醫院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常常有 國際間的演講 那些人都是可能都是諾貝爾級的 是